那时候,有一大伙人与耶稣同行 耶稣转身向他们说 如果谁来跟随我 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论谁,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当中,谁愿意建造一座塔 而不先坐下,筹算费用 看是否有力完成呢 免得他电机以后,竟不能完工 所有看见的人,都要讥笑他 说,这个人开始建造,但不能完工 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 那有不先坐下,运筹一下 看能否以一万人,去抵抗对方的两万人呢 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国王,离得上远的时候 派遣使节,去求和 同样,你们中不论是谁,如果不舍弃他的一切 所有不能做我的门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